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这一次我想介绍给大家 绿语的动词变化 命令型的变化 命令型就是命令一个动作 要求一个动作的时候 用这个命令型 但是这个命令型是真的是 如果直接面对用 面对一个人用的话 真的很口气很凶的 所以就是不能乱用 但是真的,经济状况 比如说火灾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明确的上下关系 比如说爸爸对小孩 或者是军队里面的长官对部下 这样的状况用命令型 其实还OK 所以可能用到的机会可能比较少 但是听到的状况也会有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命令型 那这一次我们先看一下 命令型的变化 怎么样的变化 每次都先看的是MAS型 MAS型的话 就是第一类动作用一段 所以见面 あいます MAS型 遊びます 回去 帰ります 就是MAS型 那命令型的话 到底用哪一段 就是用A段 而且 后面像MAS型的话 后面要加MAS 就是MAS型 但是命令型的话 就是改变成这个一段的部分 改为A段之后 后面不用加MAS 就这样子 就是命令型 所以 所以 比如说 そうですね 我们看 比如说 そうですね 書きます 好了 書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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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命令型 是A段 所以 K 改变K K 然后 后面什么都不用加字 直接就这样子 就是命令型 KAKEN 给我写 快点写报告 早くReport KAKEN 可以这样子讲 KAKEN 那 それから そうですね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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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ですね KASIMASU 借 借出 哪里 哪里 我责 怎 那就是 KAH 然后 A段 ですね 所以 KASheads 所以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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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やってみましょう 死に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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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裡 只有一個死にます 因為 這一篇只有死にます 所以自好介紹 死にます A段は寝 死にます 要死 死に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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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意味ですよね 面對人用 真的 開始吵架 打架 不能亂用 漫畫、卡通 連續劇 電影 比例 激烈的 場景 可能會聽到 這個 當然 開玩笑 是有可能 但真的 用錯了 不好 不要用這個 像这样子就是MAS型的MAS型跟MAS型的变化就是这样子 再来TRAトン字当然是MAS型加个MAS就好 教えます、食べます、起きます、見ます、寝ます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MAS型 那命令心的话MAS的部分 这次的话要改ROです 一律都ROです 所以命令心 教えろ 告诉我或者是教我什么 教えろ 食べろ 给我吃 起ろ 给我起来 見ろ 给我看 看なかった 寝ろ これは像爸爸对小孩快点睡觉的时候早く寝ろ 这样子讲 这个就是命令心第二类动词です 一律都把MAS改RO就好 それから第三类动词 第三类动词的话 怎么样的变化 第三类动词的话 我直接要背起来 只有两种动词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背起来就好 きます的话 这个是HOYです 回答的发音就不一样 请注意KOYです kimasu 变成KOY 过来 それから shimasu 命令心 是shiro 像这个 勉強します 爸爸对小孩说 给我念书 勉強しろ 这样子 可以用命令心 这个就是第三类动词的变化 じゃあこれがですね 理文的 动词的命令心的变化 皆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那我们看一下 用到命令心的文心 虽然说 命令心的文心 但是命令心是最常用的 就是直接用 像这样子 早く寝ろ 这个是用到命令心的 早一点睡觉 像小孩一直不睡觉 那爸爸生气的说 给我早一点睡觉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就这样子 就是命令心 命令心的话 例文简定的程度来说 N4的程度 就需要开始学这个命令心 然后呢 像这样子 爸爸跟儿子 这样子 上下辈分 很明确的时候 用命令心 没问题 但是如果 平辈的关系 用命令心 除非是你 你跟他 关系很好 否则 可能会对方 觉得 嗯 为什么对我讲 用命令心 可能会对方会生气 对方觉得很失利 所以 不能乱用 可是呢 像这样子的状况 看一下 この標識は 止まれ という意味です 这个标志是 要挺 的意思 像这样子 这里 止まれ 虽然是命令心 止まります 这里没有 但是这一行 止まります 止まれ 像这个的话 我只是一个说明 这个标志的意思而已 并不是我要求你 并不是我要求对方 停 只是我说明这个标志的意思而已 那这个时候 用到命令心 完全没有 凶的问题 凶不凶的问题 都没有 这样子用 OKです 所以 命令心 因为 我是 比较有素质的人 所以 不可能用命令心 不一定 像这样子 说明的时候 用 命令心 没问题 所以 还是要学起来 それから 类似的表现 我在这里 介绍一下 就是 也是要求一个人 要求对方 一个动作的说法 但是 不是命令心 但是 第一个 也是这个是命令表现 早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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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いて 休眠 早 早 Adrian 早 早 睡 早 夜 早 早 急 早 睡 多 早点睡觉 不动心的表现 就是意想心 所以 早点睡觉吧 也是早点睡觉吧 的意思 要求的手法 提醒一下下 这个的话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这个的下来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 的下来是 的下来是 别人为我做什么 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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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e 这个Mase 新的再变化是怎么样 是我另外一个影片 有一个动词附属变化的影片里面有介绍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 在这里 直接我这样子讲 Mase 新的命理性くださいませ くださいませ Mase 先略 先略 就是 ください 所以 这个是请早一点睡觉 原本是くださいませ Mase 先略 ください 早一点睡觉 それから 还有 提心者くれ これは可以说是 くださいの普通的表现 但是这个是 男生比较常用 坦白的关系 親近的关系用 意外 女生比较少用 くれます 也是くれます 提心者くれます 别人为我做什么什么的 くれます 这一字的话 普通的 くれる 就是 くれる 命理性 是 くれろ くれろ くれる 是第二类 所以 加个ロ 就加个ロ くれろ 那这个也是 省略ロ 就是 くれ 剩下 这个 这个文心的话 习惯 この命理性 の この ます ろ 的部分 先略掉 早く寝てくれ 这样子就是 拜托请你早一点睡觉 早く寝てくれ 早く寝てくれ 这样子 这个 比较少出现 一般 要求别人 早一点睡觉 的时候 早く寝てください 这样子 不然 ください 連ください 都先略的 直接剩下 決心 早く寝て 这样子也 比较普通的 对话里面用到 寝てくれ 这个的话 比较少出现 但是男生 有时候 会用到 这个表现 那就这样子 命理性 文言性 还有 顺便 学一下 这个 类似的 也是要求别人 动作的 表现 在这里 はい じゃあ 皆さん 命理性 的 变化 皆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日本語 の勉強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